大家好,我是阿剑,作为一个温暖的厨师 请你来分享一道非常好吃的家庭炖菜 南瓜炖土豆 做出来口感软弱,香甜细腻 真是太香,太下饭了 而且食材简单,制作简单 只要会烧开水就能学会 接下来就一起跟着我的视频来看看是怎样制作的吧 首先,我们来准备两块钱的食材 三个小土豆和一片南瓜 挑选南瓜,一定要挑选这种金黄金黄的 土豆也是要挑选黄芯土豆 这样做出来口感才会最佳 先将南瓜给它削去外皮 南瓜是一道深受百姓欢迎的家常菜 无论是用它做点心,做烧菜 口感都是非常的不错 去皮以后,给它改刀,切成小块 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 切好,给它装入小碗中备用 再来准备削皮刀 将土豆给它削去外皮 去皮给它洗干净 然后用波纹刀,给它切成小块 没有的话,用菜刀也可以 用波纹刀切出来的土豆会更加的入味 而且炖出来也会更加易成熟 切好,给它放入碗中 切好,直接给它放入清水里面 然后给它淘洗一下 这样烧出来,就不会发黑 洗干净,给它捞出来控水 准备一些小葱 只取一小半 然后给它切成斜刀片 再准备一块生姜 同样给它切成薄片 切好,放入小碗中 简单的食材配搅之后 将锅烧热,下入少许的花生油 油着之后,下入葱和姜 开小火,给它煸炒出香味 土豆和南瓜这样搭配 食材真的是超级简单 而且制作也是非常的简单 好多人都不知道 将土豆和南瓜 给它烧个一分钟左右 烧的过程中,要不停地给它翻动 防止将它炒糊 把土豆和南瓜给它煎炒出香味 一分钟以后 我们再往里面倒入滚烫的开水 也不需要太多 给它平过食材就可以 然后再给它整理一下 让土豆和南瓜 给它泡在汤汁里面 像这样煮开以后 我们把上面的油沫子和泡沫 给它撇掉 这样烧出来才不会油腻 调料就非常的简单 只需要往里面加入一勺盐就可以 因为南瓜本身就带有甜味 然后给它扣上锅盖 转中火 给它炖15分钟 做这道家常菜 食材一定要选择优质的 如果是有任意点的南瓜 连皮都可以不用削 或者是家里有条件的 咱们也可以加点鸡汤 或者是骨头汤 炖出来会更加的美味 如果是吃素的朋友 就可以不用考虑了 时间到 我们打开盖子 哇 好香啊 接着我们再开大火 给它收下汤汁 我们不需要用勺子 给它去搅动 不然南瓜就全部烂掉了 像这样给它滑动一下锅 大火把汤汁给它收一下 汤汁的话也不需要收得太干 像这样有点黏黏糊糊的 这样吃起来比较香滑 烧至像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汤汁 非常的浓稠 我们将火关掉 出锅装盘即可开吃 土豆和南瓜这样搭配 味道简直是绝了 咬上一口粉扑扑的 南瓜也是非常的粉糯香甜 真的是太鲜了 用它做主食也是非常的不错 学会这个做法 保证家人夸你是大厨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简单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视频见 视频的最后 祝大家天天开心 八颗牙齿晒太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